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时候政府打开口牌不是不行 不过应不应该太大 做什么要开口牌高得那么大 似乎很離譜 特首林鄭月娥昨天在行政會議之前 召例見記者 自己主動提及香港律師會 但似乎她說的話真的過了路 她的說話應該是衝著律師會 即將舉行的理事改選而說 律師會這次的改選 特別引起外界的關注 還被外界視為兵家必爭之地 為什麼呢? 律師會有20名的理事 每年會改選五席 今年的改選會在下星期二 8月24日舉行 如果以現在來計 不計算那些需要改選的理事 現任的理事裏面 一共有六席屬於所謂開明派 即是港大法律學院首席廣師 張達明的那一類的派別 今屆的參選人裏面 有四名參選人被視為開明派 假如他們全部都當選的話 香港律師會理事會有半數 是屬於開明派 不過都只是半數 不是超過半數 當然大家這麼緊張 還有另一個因素 就是律師會會長彭雲熙 已經連任了三屆 根據會長 今屆是必須要再選一個新的會長 如果開明派的理事達到半數的話 建制派就憂慮會影響會長選舉的結果 另外一邊所謂專業派有五名參選人 包括的勤律師行的合夥人 還有廣西防城港市政協委員 袁凱英 建制消息說中聯辦十分緊張選情 建制派已經被追逐去拉票 但是緊張還緊張 都不能緊張到過了龍 緊張到過了界 特首昨日的言論非常明顯 似乎想干預或者至少影響律師會的選舉 特首用了先前宣布解散的教協來做一個例 特首說如果專業團體的運作偏離中止 被政治騎劫或者凌駕專業 政府唯一的取向就是和他終止關係 他之後再用律師會為例 如果被政治凌駕了他的法律專業的話 特區政府也同樣會考慮和他終止關係 林太說律師會和政府的關係是很深遠的 很多法律工作都會徵詢律師會的意見 以至到不少的法定組織 諮詢組織都是樂意委任律師會推薦的人 但是如果律師會變成一個政治化的團體 這些關係特首就說一定需要重新審視 律師會是一個甚麼會 其實律師會是一個香港律師行業的監管機構 法律執業者條例定名他的職能 包括頒發律師執業證書 介入律師行業務等等 但是這個權力政府不是不可能收回 本身是律師的民建聯議員張國坤 今年都曾經和傳媒說過的四月份 政府可以因應情況收回法律執業者條例 給律師團體自我監管的權力 由政府部門或者成立法定組織去處理監管工作 除此之外 很多法定的機構 委員會都有律師會的代表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負責委任和推薦法官的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 條例亦定名九名成員裏 需要包括一名律師 特首委任律師成員之前 都需要諮詢律師會的理事會 如果政府選擇終止和律師會的合作 律師會的確是會陷於一個困境 在一個這樣的背景之下 特首這番的說話 如果不把它理解為一種恐嚇的話 又可以理解為甚麼呢 律師會的前會長 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何君堯說得更加坦白 他表示人民日報的文章和林太的言論 是提醒不要讓政治進入專業場所 如果律師會會議員鬥氣 是要投下這一票給開明派的話 做法就是蠢到死 教協民陣已經是前居可鑑 經文聯的梁美芬都不枉多樣 都說明法律界憂慮政治活躍派 當選之後在律師會佔大多數 會影響這個會的未來走向 他說難以評估政府的說法 對律師會的選情影響 但是認為林太所說的是一種提醒 讓會員投票的時候多重思考 究竟是想維持一個完全專業的團體 還是有機會被政治交活躍的人 凍斷這個團體 令律師會的專業方向被騎劫 在律師會選舉之前 改選之前的議席 這樣的所謂提醒是否恰當 相信大家心中有數 律師會理事會參選人 被視為是較貼近開明派的 為行李說得有道理 他說律師會每年都會舉行 自由公平的理事會選舉 選舉投票的機會相當珍貴 理應是自由公開 和不受影響之下行使權利 現在大家所做的一切 就是想影響這個投票過程 不過真的有些令人拗頭 就是什麼叫做政治凌駕專業呢 這條政治和專業的界線應該怎麼畫呢 難道有法律角度的政治議題 作為一個法律專業團體 就不應該發聲了嗎 醫護團體在新冠疫情爆發的初期 都發起了一連串的行動 倡議封關 他們曾經都被批評為政治凌駕專業 但他們這個倡議就是正正是他們專業的判斷 今天政府不是採納了這個策略嗎 我真的不明白政府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危機感 會這麼缺乏安全感 香港律師會向來都是一個非常傾向建制的團體 這次政府會不會有點過濾了 人民日報日前就點名指律師會應該搞專業 不要搞政治 然後律政司長鄭若驊 其後又做律師會的角色發聲 而林太林鄭月娥昨天出政行會之前 見記者又去主動提及律師會 會不會過了火位 其實官員連番地發現 未必能幫到專業派的選情 如果那些會員真的用政治眼光 來看這場選舉的話 甚至部分人用黃和藍來劃分候選人的話 有些人如果真的逢政府發言都要反對的話 他們這些說話 反而會不會是不利專業派呢 政府的思維真的不是常人所能夠理解 我們來看這場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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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針對這樣 確 technical空間 田中 Firman 我知道很多人為止 支持鄭月娥 總監ita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